穿外套戴口罩的男子背對鏡頭 在娃娃機店內左看看右看看來回徘徊 接著靠近機台前 下一秒他把皮夾拿走 裝作若無其事 還拿外套遮掩 隨即快閃離開 女子皮夾失去的地點就在這 台中市中區17號進旋六點多 無姓女子的皮夾 在中港路上的娃娃機店 被一名手持對講機的男子偷走 但是女子就是把錢包 她在操作機台上到隔壁店家聊天 沒想到來了一名男子 看到錢包就順手前揚直接帶走 女子聊天聊到忘我 一回神皮夾竟然不見了 被害人事後在臉書公布監視器畫面 請大家幫忙抓小偷並且報警 當日該名女子來本所辦的時候 已經攜帶她所遺失的錢包 到本所說明說 她的錢包被陌生人拿走 然後裡面有短少3000塊 警方調閱周邊監視器 尋現追查 目前皮夾已經找回 但女子強調 裡面少了3000元 警方仍持續追查 所信 皮夾內的重要證件沒有遺失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和進行慰問台中采訪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